艺人许杰辉身陷信骚风波 今天发文宣布退出演艺事业 逆风力挺的艺人唐玲 刘志涵也惨遭翻车 在事件刚爆发时 唐玲流言相挺 什么时候会再开表演课 我也想报名 随着受害者连环报 唐玲的留言底下 被众多网友流言怒轰 让他尴尬的在现实动态表示 事情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太令人震惊 并附上一个符额的贴图 而刘志涵则在今天留言声援 我们相处过很久 我懂你的专业执着 也许自我要求不一样 会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辉哥是永远开启 我喜剧能力的老师 引来网友热议 作家谢之桥直接在脸书发文炮轰 其他人两天前去声援许杰辉就算了 啊你刘志涵三个小时前还跑去声援 这两天关于许杰辉的事件 已经有几个受害者了 并反问刘志涵 你记不记得你亲生妹妹 两年前才出来说自己被性骚扰 而刘志涵之后也转发妹妹的申诉书 并写下 为你感到骄傲 抱抱 用法律说话 对所有人才公平 对所有人才公平